今年的春天来的早 这才刚进四月 属于春天的油菜花 已经卸得差不多了 少爷每天都期待着 树上的樱桃快点长大 地里的草莓能早早的成熟 而他爸爸期待的 却是树上的另一种味道 香春芽 很多人都说 香春芽代表的才是春天的味道 但对于我来说 那是一种人讨疼的味道 而他却喜欢的药蜜 大概是为了家庭和谐吧 忘了是从哪一年开始 每年香春芽出来的季节 都会做点给他尝尝 但也仅此而已 一年一次 其余的时间 这他菜是没有机会 出现在我们家的餐桌上的 这也是春芽 如果不提他本身的味道 采摘香春芽 本身还算一件有趣的事 我来我来 这边吃 这边吃 太多了 你害怕 他的老子 你也给他弄一下 走 爸爸要了 爸爸要了 爸爸要吃春芽 走了 回去了 走 爸爸要了 有 有 至于它的吃法最经典的应该就是和鸡蛋一起煎 好不好吃我不知道 但当把鸡蛋和香榛芽撕溜一下倒入油锅中 一下子那种特殊的味道马上就溢满了整个厨房 再溢满倒入油锅中 放入细菌 放入熗盆 开锅中准备 倒入小肠 芝麻 沸騰 炒香 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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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 hjälpte 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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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 白菜 葱 葱 葱 盐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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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